天氣轉涼了 當然不能去吃煲仔飯 熱辣辣 香噴噴 想起都流口水 今次由入行二十多年 做小炒出名的大廚出馬 實施幾間人氣的代表 看看哪間最好吃 我們會點兩款 一款冬菇滑雞 一款招牌煲仔飯來試 這鍋飯浸是一飯香就沒什麼飯香 這樣浸就會變快 它就不太硬 雞太早冷了 變成過火的雞 一過火就會軟 好像軟的肉質 雞的味道混得這麼鹹 其實它也不用再加絲油 夠了鹹 它應該加了少許麻油 有些香味 我們一吃吃到它會煮過 它的色彩就適合了 鹹了少許是會 好 我們現在來試試 這個招牌的黃鱔飯 焗得太鹹了 它黃鱔軟 反而它的飯的焦 就比高高的雞飯更好 為什麼 因為它能控制到它的飯焦 而且不會太厚 吃下去薄 我們來到一間不似吃煲仔飯的餐廳 終於來了 先吃煲仔飯 嘩 好香 這個飯很嚼勁 它應該是洗完米 大概浸了二十多分鐘 就倒起水來煲仔飯 一顆分明 有飯香 焦吃下去是甘香的 不會過火有苦味 還有麻油鮮味 這是酒地雞 吃下去有點韌 不會太鹹 味道適中 酒地雞沒有說有雞油 加些花生油 讓雞的雞會滑 吃下去有香味 還有臘肉 吃下去很香 豆味 這間應該是用頭抽的 更加鮮甜 更加香 吃到一口飯已經有些臘腸 還有些花椒麻椒味道 挺好 不會說肥肉太多 嘩 吃下去有微辣 之餘 有香味 正 還有臘肉 平常我們吃的臘肉 一入口已經很油 又鹹 它不會 吃下去有 有甘香味 我們吃煲仔飯 沒理由不來咬雞 我們先嘗嘗 咦 我是叫北菇滑雞飯 為什麼會來北菇雞排骨 可能它是不是不夠雞 還要給我 放兩塊排骨 飯炒下去 沒有香味 沒有飯焦 又不焦味 雞 雞 鹹得來軟 不行 有色 沒有味 不行 飯很爛 它應該是浸水很久 飯焦也沒有 完全沒有飯焦 白鮮新鮮的 可以吃下去爽口 調味OK 醬油和醬油一樣 沒有味道 完全沒有煎味 沒有味道 哇 等了這個煲飯 等了九個字 看看有什麼驚喜 不像煲仔飯 那個飯是軟 濕了少許 不夠粒粒 硬得來好像不夠香 因為煲仔飯是蒸出來的 三煲 入味 很嫩 剛剛好 醬油OK 很鮮 不會過甜 吃下去不會過牙 過牙 如果放得久 會很黑 它不會 這個飯不會濕 比之前那一煲 會爽心一點 有一點點分別 像鍋巴一樣 這煲就像生煲 這個飯也不錯 一粒粒 有飯香味 還有飯焦 很漂亮 飯很硬 飯焦過了 有點苦 有口感 但是雞可能甜了少許 味道 都滑 有條咬 粒粒甜了少許 但可以接受 豬肉筋 很棒 不硬 有石頭 入味 飯焦過了少許 如果再輕輕 倒少許起 飯會更加漂亮 如果以這個價錢 超值 水 營電 超值 水 螢 超值 ól 爝 柚子 椿 剛